美国加州发布新规定预计于未来10年内大幅提升电动车使用率,并计划在2035年之后全面禁售所有新燃油车。 事实上,加州州长纽森早在两年前就以行政命令宣布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的目标,不过在加州空气资源局的新政策中则设定出更进一步的中期目标。 内容包含到2026年加州所有销售的新车中必须有35%是零碳排汽车,且到2030年数字必须提升到68%。 加州州长纽森强调,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在6年内投入100亿美元来激励消费者,新建充电设施与公共宣传等。 此外,加州针对低收入户也准备提供出高达9500美元的补助金,以协助将燃油车替换为电动车,同时还计划给任何想要购买或租赁电动车的民众补助7000美元。 东西文团队,洛杉矶报道。